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对战视频 我们今天来玩一个超级猛男钢兵批斩司令的队伍 我们来看看第一局对战 对面有很多弱兵的精灵 我们先首发一个钢兵 这一把九尾肯定是要上的啊 最后再来一个赤龙王 走起 好的,对手也选择完毕 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对方的首发 丢出了一个闪光的巨金怪啊 非常的牛逼啊 我们这边直接上批斩司令 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招啊,非常的烧啊 就是不要命的配招 基本上不会怂的啊 这边面对对面的巨金怪 可以说优势无限大 直接剑武 这边对手使出了一个子弹拳 什么意思啊 他难道看出来我有这个金属爆炸 先敲咪咪把我腰带破了 好,我们这边剑武之后 直接Sucker Punch啊 撤我突袭 我去秒了 钢兵这个突袭跟其他的突袭 不一样 其他的突袭都是渣渣 我们这个 本系的突袭 非常的牛逼啊 好,对手第二只拉普拉斯出来 嗯 这边拉普拉斯 我们继续突吧,突到死 有可能开那个 极光木啊 诶?但这边对手没有选择 几句话哦 直接点了一个绝对零度 这么绝望的吗 呵呵呵 吃我突袭,好的我们直接 钢兵先发,急先锋 赶死队队长 直接 拿下一个2比0啊 突突突突到死 好了这边对手最后一只 上下了多边兽尔 有特性下载到特攻嘛 呃我们这边本来可以 继续突啊 但是呢 现在我们优势这么大 浪一下 挑衅一下 因为有时候这个人他会耍帅 你知道吧 他明知道你点突袭他就 他就点一个那个 变化类景 你突不到他觉得很帅 他就很爽 啊错挑衅 好我让你挑 好这边急剧闪电打过来 哎呀,找着他急剧化 我直接金属爆炸给他炸死了 嗯,那我们这边 最后一个Sucker Punch 我这边好这种 玩法 我可以无限 剑舞 剑舞到死 再来一发大的Sucker Punch 好这边连续两发急剧闪电 将我的铁甲司令带走 踢斩司令带走 你已经很棒了司令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这个九尾说到 好那边九尾开出了晴天 啊不是,开出了雪天 我们这边开个极光木先啊 把他这个急剧化回合先拖完再说 激光木 好这边多变兽使出了本系大招急剧攻击 那么这一回合我们速度会下降一挡 不知道 不知道 应该还是比较快 多变兽这么慢 万一他急速多变兽 那牛逼 牛逼大哥 呃,我们 这边选择月亮之力啊 拼拼脸 看能不能打出个特效 把对手的这个特攻进步降低一下 好的,没有 三重攻击 好,对手也在拼脸啊 三重攻击这个附带各种特效 非常的恐怖啊 月亮之力 月亮之力 好的,这边 对手终于 掏出来的自我再生啊 呃,那么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好,我们得想个办法 想个办法给他 整一整 好的,这一回合这个电场消失了 我们可以催眠术 催眠术 好,这边对手三重攻击 好,这边对手三重攻击 我们能不能吃两个花呀 吃两个花 这是我最后一番啊 我们这几天就催眠啊 不打他 催中我们退场 催不中 反正他打我们 就没点自我再生啊 等一下我们再上来 催眠术 好的命中了 我们后排那个 呃,刺龙王带了哈欠啦 我们先催眠他 然后换人 呃,然后 如果他没醒来 我们打一下 如果醒来我们直接哈欠 九尾回来 牛逼你吹中了 好的去吧,赤龙王 瞄醒了这个左边手 对手做这身 好的,我们赤龙王 安全上场之后就可以哈欠了啊 是我哈欠 好,这一番很关键 获胜的关键 不要冰冻 好,不冰冻 什么事啊 老师 好,我们这边直接急剧水流啊 那么,现在顶多就是对手 再自我再生一下啊 然后他睡着 好 我只要不秒醒 我们连续两发雨天下的这个急剧水流 肯定能够秒掉他啊 吃我急剧水流 哦 我去 好的,这个伤害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可观啊 这个没有开雨天就已经过半了 好,对手放弃治疗 好,这完美的这个回合数啊 这个对手睡着了 所以,同会和我们的极光木也消失了 再吃我个急剧水流 好的,我们就成功的拿下一局啊 非常的给力 哦耶 好的,我们来看这一把 我丢,这一把对手的 弱冰精灵更加多了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弱冰的 这什么队伍啊 比我还要娱乐吗 那我们这边选出依旧是这个老三样啊 这么多弱冰不上九尾,岂不可惜 好,这是他的专利 好,很多人年快 plays 好,我们比赛马上开死他 非常的稽张 哦哦 这边对手 首发他的 bosses 出不到熊屎 看這個猥瑣的姿勢啊 他是那個水系熊 但是不管你是水系熊 還是什麼 惡系熊 我們這邊 毫不客氣的 金屬爆炸走起 好!對手耿直的石槌進身戰 觸發龍披斬施令的腰帶 我們直接金屬爆炸 爽啊 這個技能是把 受了傷害 1.5倍 不管是特攻還是物攻 都反了 他是反1.5倍 比較少 那個反拳跟進反呢 就是反2倍 但是就只有 就 只能反那個物理攻擊 或者是特殊攻擊 這個2個都能反 爽啊 好!出了Sucker Punch 嘟嘟頭快之後炸死了 你還熱個瘋 你還熱個瘋 你為什麼這個屁 有在這裡 我們這邊 幹啥呢 先上九尾 還是上赤龍王呢 我這一把 搞不好可以直接幾句話九尾 啊 還是先上九尾吧 這樣的話 先毒的壓力在對面那邊 我們這邊 可以稍微浪一點 呃 我們這邊急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那個 突突頭盔的 所以不要怕他 弱點保險 我們先開極光幕 先看看對手 最後一隻是什麼 啊 啊 最後一隻拉皮拉斯 欸 那我們冷凍乾燥 幹一幹 不不 他剛剛散掉不是這個 弱點保險 這個拉皮拉斯 會不會是弱點保險 我天哪 後悔了後悔了 喔 好了不是 對手死去衝浪 他沒幾句話嗎 對手是個命運的 不管了 直接 催眠 先催眠一發 哦 看這個樣子 對手在思考啊 他的糾結要不要幾句話 假如他幾句話 我們催眠中了 那就爽啊 如果我催眠吹中了 我直接換吃龍王莎 一句龍旗跟他對攻啊 一句龍旗跟他對攻啊 閃電鳥留一個給九尾對付啊 是我催眠術 哎呀 好這邊對手直接來個極具水爐 他怎麼不打極具寒冰啊 極具水流還給我的龍王開雨天 但是打拉帕拉斯 肯定不能有水氣 水氣技能 哎呀沒辦法 沒辦法 啊 再一次我個翠眠術 好的命中啦 爽啊 好的我們 把對手成功的碎一下啦 把他計劃回合拖過去 我們就有優勢了 還是再打一下吧 病動乾燥 好的 投降 好的我們這期視頻就到此 結束 感謝大家